美国在中东的势力衰退 好像是非常明显的 也就是过去美国理应可以掌握的情报 现在完全都不知道 它囤积这么多的火箭弹 如果两次加起来的话 可能七八千枚火箭弹 七八千枚火箭弹 你美国就要一无所知 以色列也一无所知 那你们整个情报系统到底在干嘛 而且不只是火箭弹本身的问题 还有发射架 然后还有他们那个动力飞行伞 还有无人机 还有他大批的部队不断的渗透进来 然后以色列都不知道 CIA也都不知道 这怎么回事 我看他们内鬼恐怕也不少 那当然了 因为以色列本来就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民 本来就他们巴勒斯坦人 所以他们是不是长期就已经潜伏在里头了 那这一次铁穹被破空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饱和攻击 另外一方面是 它根本是从你的内部发射 请问你怎么挡 你根本没有办法挡 而且它是直接就在以色列领土内部 对着你的一些设施打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糟糕 然后他现在又发动了第二波攻击 韩兵你看到那个画面 哇这个就是你刚刚讲那个滑翔伞 这样进来 他用这种滑翔伞直接越过去 因为刚刚介大使有讲嘛 他在很多城市那边 对都用了大概八公尺高的铁丝网 其实以前我们就看过很多记录 他们那些巴勒斯坦人爬那个铁丝网 爬的驾轻救手了 铁丁网就像猴子一样下上去就掉过来 很灵活的 非常灵活 那我们现在直接用这个动力伞 直接就这样飞过去 然后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那我就觉得这一次 因为如果是偶尔一两个这样越过去也就算了 他是非常大批的人这样子越过来 然后以色列好像完全没有预想到对方 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你的部队就只能眼睁睁这样看着 有一些民众把它露营下来 然后你的部队没有办法做及时反应 因为这些人掉进来之后显然你看 他们身上是没有什么重装备 他只是人进来 那表示什么 表示在以色列境内有很多人提供一些其他的武器 装备给他 有内应 要接应他们的 对 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人员进来 然后在那边再取得武器 然后再做一些进攻 再做一些突袭 所以这个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麻烦 很难应付的东西 因为到现在恐怕以色列年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内部还有多少地方潜伏的敌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 直接对加萨展开攻击吗 我觉得这个对以色列来讲 恐怕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是啊 而且说什么训练两年 默默的训练两年 然后刚刚这个韩兵也跟我们讲了 他们有一些计划 按照这个什么计划进行的 大家看 许多的哈马斯 连他们的领导阶层 都未必是完全知情 那么潜入以色列 大约1000名武装分子受训的时候 还不知道到底什么任务啊 那么突袭当天计划分四个部分 第一个阶段就是用火箭弹 饱和轰炸以色列武装部队 同时利用滑翔伞来进入以色列国境之内 第二就是让精锐突袭队在加萨边境 炸毁电子跟水泥墙 然后骑着电单车直闯以色列 再来第三突袭队之后袭击以军的加萨总部 来干扰通讯 你一干扰的通讯 同袍根本就没有办法取得资讯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联络他们 再来第三 最后一步就是 掳走仁治到加萨 大家看 像仁治 连将官将领都会被扶 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的 都已经掌握到情报了呢 那是不是都有内鬼呢 这一位就是陆军指挥官 是以色列陆军指挥官少将 连他都被俘虏 那么现在呢 他们也没有办法提供 到底有多少人 是有包括军人跟平民 被俘虏的总人数 好像感觉就是 整个都被蒙蔽了 然后这个亮哥 到现在他们也有很多讯息 仍然无法掌握 然后成如刚刚这个韩币又说 第二波火箭也来攻击了 所以纳塔雅虎现在是要硬起来了吗 来亮哥 这个就是 这有两种极端说法 我现在都听到了极端说法 一种极端说法就是毫无防备 就是完全低估对手 以色列低估 对 那比如说那个火箭弹要射了 他有铁穹系统 所以他就认为一定会挡下来 那他也没有想到 因为那个火箭弹其实蛮大支的 那怎么有办法运进来5000支 他们都不知道 是 那他就 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那又想说铁穹发射 因为铁穹是针对一个目标锁定 就射出20个火箭 那拦截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我怎么知道你会用跨越 飽和攻击的数量 对啊 让你没办法再继续什么 就是 就是没办法继续射啊 因为他有一个饱和点 他就不会再射了 对 没想到人家会用这一招 可是对方还在攻击 这个叫做出其不意 就是完全超乎他的想象范围 对 就是说火箭怎么可能 火箭弹怎么可能运进来5000支 我不知道 那第二个就是 怎么可能不被我铁穹挡下来 那第三 你怎么可能越过我的围墙 那我不知道 那你 可是你就看到 没有坦克也被打掉啊 各种军官也都被抓这样 那还有另外一个极端 我刚才看到 就是非常阴谋论 因为维基解密啊 在2007年就曾经公布过一个东西 就以色列的军情首长 有一个人叫耶德林 他就说 哈马斯最好整个占领 加萨走廊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加萨当作敌国来对待 哦 这就是阴谋论了 对 好 不这个是有文件的 是 这个维基解密把他公开嘛 对 那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最好是发生什么事件 让加萨走廊变成 我可以用武力攻击的目标 然后现在就 简单讲叫IDF啦 IDF就以色列国防军啦 对 那人家就 那也是内文哦 人家爆料出来了 说那不怕伊朗介入吗 他说只要伊朗不能从海上来 他们完全不怕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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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伊朗会从海上来吗 不可能啊 不可能 不可能啊 因为海上那边美国会来啊 那这个就是以色列的一盘旗 一个一个 至少有人这样思考啦 我不能够说那坦咬胡就是这样想 我只能说 以前军方曾经这样想 那他说 我们就可以一鼓作气把整个加萨走廊整个吃下来 嗯 是好 那刚刚这个亮哥讲到两个观点嘛 两种可能性 各位线上的网友们 大家听了以后觉得如何呢 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好不好 好 来 那在线上呢 当然也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来记得按个赞 好 当然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 我想其实事实上 这次呢这个介大使我们看到 真的实在是这个音乐季的那一幕 看到那个影片画面 真的觉得实在是很残酷哦 呃 当时哈马斯突袭 一个正在举办音乐季的这个活动 呃 惨遭恐怖分子以火箭啊 手枪攻击 现场找到至少260具遗体 然后救护人员呢 甚至就喊着说 这宛如什么 宛如一场大屠杀 好 那么但现在呢 我们看到 其他的国家会怎么来 怎么来看待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哦 那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外交部说 希望援助哈马斯 已经联络了伊朗 伊拉克跟约旦要求要给予通行 那所以你看其他这些国家 他们是真的是做闭上关 或甚至有可能进一步的扩大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可能将卷入 现在我想就看这个奈塔亚胡 他怎么样这个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他现在他说他要踏平嘛 踏平哈马斯 踏平的话 产平的话那哈马斯 那你今天加萨走廊有两百多万人口 你这两百万人都赶到海里吗 还是所谓的无差别待遇的 统统怎么样 统统处理掉吗 所以这就看以色列怎么打哈马斯 打加萨走廊 那我一直讲就是说 国际上基本上 你今天你采取的报复性行为 像我看西方媒体都是说的 以色列现在采取 报复性的军事行动 基本上地面部队只是在调动 还没进去 他说48小时内 他是说 他是这样说 他现在是在调动军队 然后呢 你知道这个加萨走廊很小啊 南北就40公里 东西10公里快 250几方平 比台北市稍微大一点而已啊 那可是问题住了200多万人啊 那你说你要踏平 铲平的话 你要怎么铲法 对 这个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这个各国都在看 这一定会变成像战 是啊 就是 他的人口密集程度超过香港 那问题就变成 哈马斯 有人估计就是2万人的 2万人的一个战斗部队 那你其他人你也把他像战斗部队 一起把他扫掉嘛 对不对 那他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轰炸 我看到的记录大概已经40几起了 那他说都是把 目标是针对 这一些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 最近说他的领导人被炸死了 他全家一起被炸死 那我请问一下他家人 是也应该是当做军事人员 一起把他除掉吗 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 以色列的行动 其实大家也在看 你现在上次我们看整栋楼 被这个空军 这个火箭把他四个基地 四个基地打掉整个垮掉嘛 那里面都是住的是平民老百姓 那他们是不是 他们的声音谁替他们发 那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就分两块 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站在 这个巴勒斯汗人这边 那美国跟西方就站在脸脸这边嘛 所以现在是两个集团在对立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喔 不过去热静 不过去热静